今天我们就来静态体验一下即将上市的爱安RT 这款车的话其实它的竞争对手就是最近比较火的Mona M03 前脸造型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爱安的元素 运动感还是比较强的 车身尺寸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会比爱安S会小一些 稍微小一些的 基本上就和Mona比较接近吧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它这台车的这个轴距的数据 不知道它具体和这个Mona是怎么样一个差距 那我估计这款车可能它未来的定价和这个Ion Y是差不多的 应该和M03就是Mona来比的话可能还会稍微低一点 因为毕竟车款车是一个新出来的车 它肯定是在价格上面是要有竞争力的 在规格上面其实还好吧 包括这个摄像头都是带的 还有这个车顶的雷达激光雷达也是有的 隐藏式的门把手 包括这个后轮的尺寸也挺高啊 那个规格 23545R18的 不过就是用了一个我们广州本土的一个品牌 万利啊 这款顶配车型其实也是没有这个电动尾门的 是要手动开启 手动开启的一个尾门 不过里面的话感觉还OK 接着就是后面的底盘啊 毫无悬念的那就是用上了这个扭力量的啊 下面的也是铺了大量的这个走路罩 这个也正常啊 因为这款车它这个价格包括尺寸 包括空间上面的话呢 使用这个扭力量会更合适一些 OK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这台车的一个给我的感觉啊 OK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前面 这台车是一个前置前去啊 跟Mona是一样的 嗯 所以它的充电孔是在这个部位的 那坐进来以后的头部空间还好啊 这个前排头部空间是没有问题 我一米七三的个头 我看到它这个不是全景天窗来的 它是两节天窗 这个其实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少见啊 那它有好又不好 好处呢 就是它的车身结构会比较强一些 那坏处呢 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开扬 看上去没有这么高级啊 那座椅的这种材质呢 也是挺软的 我甚至觉得它这个座椅啊 可能会比轩衣还要更厚实一些啊 很长 前排的话表现很好 后排我还不清楚 还没有事 那前面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基本上都是软包啊 到下方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也是有点软的啊 这个地方也软的 下面这个地方才是最硬 整个方向盘的手感也还可以 基本上 我觉得不错吧 这个整个造型其实是现在 阿安的一个 就家族式的设计了 那下方这个地方也可以有一个 小槽 可以给你放一些小袋子 我感觉上是比 Mona我觉得会稍微好一些 虽然台湖上说有多高级 但是如果和竞品比的话 我觉得还 还行吧 两个屏幕 那中间这个屏幕 不算特别大吧 可能价格也就摆在这里 但是 它的清晰度还可以的 而且包括它用的这一套 芯片的算力也都还行 那我试一试它的这个 语音系统 你要宝贝 退出 挺快的 你要宝贝 我想听音乐 我要听周杰伦的歌 看着很快的 没有会员而已 你要宝贝 关闭驾驶席的车窗 我这样说它都能理解 因为我其实这个 雨意不是特别好 后排是最重要的了 一定要看后排 后排也是它的坐姿 比较高啊 这个坐垫很高 是远比Mona高 比一般的车要更高一些 它现在坐姿有点像SUV 那我现在反过镜头 过来给大家看 那这个就是大家 它的表现 我现在还有这么多吧 有这么多空间 你说坐没有问题 就整个感受上的话 是像一台SUV 就不像一台轿车 就坐起来是比较板正一些 当然它这个板正不是说后面 后面这个角度是够的 这是比较倾斜度是够的 主要是这个坐姿 这一块会比较高 反正如果是乘坐感的话 我认为是肯定会比Mona M03好 因为M03的话它有一点点这样倔 它的那个坐垫太低了 它宽度也还OK 我觉得它宽度OK 挤一挤的话 坐三个成年人是问题不大的 可能比很多车会稍微宽一点点 那它视线的话是比较高的 视线比较高啊 视线上不像一台脚车 不过它的这个下方的腿是插不进去的 这个地方插不进去 就是脚板这个位置啊 脚板这个位置是没办法插进去的 这个地方能做一个全屏 这里也会有一个出风口 这个也有给了一个手枕 手枕的话也是足够宽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家庭车啊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后排乘坐感受 后排乘坐感受是决定大家到底买不买 这款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再说一说这台车的一个续航表现 最高的话是有650公里续航的 那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朋友买的话 都会买这个500公里出头啊 550啊左右这种这种版本 我还不知道它具体那个第一的版本是怎么样 那最后的价钱呢 其实我也不清楚的 因为这台车是明天 明天晚上上市 就是我在今天试完车以后的明天 会在那个光楼塔上市 那到时候看它具体的那个价格吧 我猜的话应该是会比Mona M03 会稍微低一点点 那这么来看的话 我认为它是有一个竞争力的 对